陷入冰封暴的不止特斯拉 就在特斯拉宣布全球裁员10% 这大刀一挥也挥向了中国应届毕业生 特斯拉撤回了所有中国应届毕业生的录用 并赔偿了一个月的薪水 大约新台币4万5千元 有人上网哀嚎了 自己3月春季招聘会才录取的 现在就收到了特斯拉发来的撤回录用通知函 还说自己一早接到电话被裁员晴天霹雳 还没上班就解约了 感谢特斯拉让我们真正做到毕业及失业 以为正要飞黄腾达 没想到先遭到社会的毒打 但是让这群社会新鲜人最头痛的是 中国应届毕业生最重要的求职管道 就是春季招聘会 现在招聘会已经结束了 要再找到工作恐怕有得等 有网友认为特斯拉有给上一个月的工资 马斯克马老板很不错了 但有人认为虽然合法 但是很缺德 因为现在就业市场很严峻 要裁员为什么不早点说 特斯拉现在真的遭遇着大问题了 马斯克本来预计一年至少能卖200万辆车 第一季度显然没有达成目标 而且第一季度特斯拉的销量是下降的 这在过去几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特斯拉的股价也是疯狂暴跌 马斯克现在已经不是世界首富了 特斯拉在中国大打价格战 2023年第四季售出了48万辆电动车 但中国电动车比亚迪同期售出了52万辆 首度超越特斯拉 登上全球电动车销售榜首 为了充销量 今年特斯拉在中国还推出了零首富 就可以把车子开回家 这头特斯拉在中国大裁员一刀切 此时此刻呢 三月底推出小米汽车的老板雷军 4月25号在北京广发英雄帖 要招募各方英雄好汉进军小米 因为有7万多辆车的订单等着 也让雷军真才 雷霆万军 华视新闻华明会方晴年台报道 哈喽 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